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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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提到妞妞 妈妈就会流露出充满母爱的眼神 当天送妞妞的时候 其实孩子他自己很清楚 我现在开车在送的时候 那孩子一直贴着我 从来没有过的 他竟然躺在车上睡 其实他没有再睡 他只是把我的脚 把我的大腿当他的枕头垫 当我再偷看他那一眼的时候 那种 很想抱抱他说 很认真的跟他说 跟他道别 他是做不到 还是做不到 教育孩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更何况是照顾陌生的儿童 但是当我们愿意伸出温暖的手 拥抱他们 接纳他们 给他们满满的爱 就像保龄妈妈的故事 得到的远比付出的还要多 因为意外或是疾病导致身体障碍的人 如果能够有适当的辅具 就能够帮助他们拥有更丰富的人生 台湾专业破冰服务协会 就设计了许多科技上的辅具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电脑 台湾专业破冰服务协会的理事长 葛凯文在担任职工时 注意到台湾身上学生在学习上的不便 于是 利用硬体工程师的专业优势 发展科技辅具 希望让身上学生能有更便利的下园生活 小朋友学习就是靠玩 那如果连玩玩具都玩得不错 你就可以操作一些电脑游戏 破冰服务协会致力于发展各种科技辅具 让身上者能够用最小的力气 完成最大的事情 例如用轻微动作便可触发的服务铃 以及用眼控来操作电脑的滑鼠 让说手不便的人也能够轻易的使用电脑 通给他的资讯他想要去想 哦 原来我好像可以做点什么 协会期许未来能有更多人知道辅具的价值 并且让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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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ż ச